我又来推荐那个视频了 今天推荐的是谁呢 很在B站或者说全网挺知名的 酒桶笔记 我这么说吧 酒桶 业内称它年耕博主 年耕博主 开玩笑 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看一下 对于财经 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分析的话 我认为酒桶比很多的时政 或者是财经类博主要讲的透彻 而且搞笑 他讲的深入浅出 深入浅出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视频 我有一次我们好像是干嘛 路上开车挺堵的 他当时用三个视频 把光刻机讲的清清楚楚 这个还是你的专业呢 对吧 然后他也把当时就是说 中国的土地财政 用了几期节目讲得很清楚 包括像现在 不管是硅谷银行事件 还是最近的这种外汇的这种事件 我认为他是在视频 就是财经里面 真的讲了最清楚的一个博主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很中立 也非常的搞笑 那比起我们曾经怼过的某什么财经博主 这些来讲的话 至少人家不黑 人家也不吹 人家实事求是 不过也挺为难的 这样子的视频也能够在B站上面上传 讲到这个 我不得不吐槽 其实为什么会讲到推荐九筒 是因为他昨天我看到了他一个新的视频 他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现在B站上面有那么多的视频博主断根 这才是他要推荐给你们看的那个视频 就是九筒讲为什么B站博主 UP主会断根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主题 我们想讲讲 我们在自己做视频的时候的一些感想 和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一些对比 首先呢 虽然我知道你不喜欢用吐槽两个字 但是我真的不得不 就是我不是没有尝试过在B站 甚至于小红书上面去上传我们的视频 考古一下吗 我们有一批节目说的吗 我竟然被B站封杀了 不 封杀谈不上 真的 就是这个视频上传的 我只想把电脑和办公桌全部都砸了 怎么都是过不了 真的怎么都过不了 而且那个时候 我就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了 而且那时候你们可以去考古一下我们那时候节目 我们那时候不是这个状态 我们一点这种话都没有说 那个时候我们说的完全就是 在中国创业的一些技巧 包括怎么样去争取政府的那些政策 对 我们只说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说 而且生活都不算 真的只是说知识分享 我记得B站我是从来没有找到过原因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不让我审核通过 总跟我说你违反了什么条件 好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小红书 我有一次他给过我一个理由 就意思就是说你的视频的哪一段 几分钟的时候是可能不太合时宜 我去看 我记得当时很清楚 我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我们上海人 被全国人民认为崇洋媚外 就这句话 你们这些审核的人员有病 对不对 对 好 反过来 我一直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的B站的UP主 他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在YouTube上面会办视频 然后你也会发现他们的订阅数和他们的关注 他们的这个view增长的速度是极其快的 那么可想而知 其实这个流量是怎么来的 那当然我并没有什么羡慕嫉妒恨 因为我们的视频也做得很粗糙 我们讲的话题有的时候也的确不太引人注目 反过来我们也不是什么致命人物 我们只是分享一下我们的在美国的一个生活啊工作啊之类的 OK这些都没关系 但是我只想说一点 就是我从来不认为视频做视频的视频收录 是一个靠谱的一个收录 我真的都是怎么认为的 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个这两天的认为收 大家可以看到的特别无聊 说李子柒断更一年多 他在YouTube上每个月居然还有70多万的收录 人民币 对 然后更搞笑的是在这个热搜下面 大家就把它很多的这种在YouTube上面的这些 上千万的这些博主的视频翻出来 比如说天心小哥 我也很喜欢的 说他一天的收录大概就在近2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他一个月的收录大概近60万 然后下面还有人评论说 原来油管上的收录居然这么高 比如中天的B站那个时候的收录都高 你们真的都不知道吗 真的都不知道 就这么说 我们也不知道原来B站的收录这么低 否则的话当初我们也不会去尝试着把这些视频上传到B站上去 就这么说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做视频呢 就是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疫情开始后了 因为也没啥事做嘛 那么我们就想也可以尝试一下 当然也可以说不定也可以有点不错的收入呢 但是随着这几年我们做下来 到今天为止 为什么我们反而变成日空了 而且我们的心态也变好了 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只能作为我们记录生活的一种状态 我给你们算笔账号 我给你们分析一下 我先从三个地方给你们分析 先从泰国那些博主来分析 我在做视频一开始在做这个市场调研的时候 我问过我太太一个问题 为什么泰国的很多的质量 包括东南亚 东南亚它的质量还可以 但是我们在美国 我就完全找不到一个我看得下去的一个博主 除了那些说正直我也看不下去 真的很粗糙的 为什么 我太太那个时候给我的理由 我还不愿意接受 但是这几年做下来 就是这个理由 就是什么一个理由 我告诉你 就是如果你是我这个人的水准和泰国的那个人的水准 受教育程度 或者我的眼界 家庭背景 收入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在美国 我花这点力气 我赚的比做视频多的多的多的多 所以但凡和我同一个社会层面的 或者知识层面的人 他是不会来好好来来做视频的 大不了就像我们这样分享一些东西 每天给自己半个小时 但是在泰国不一样 一样这个水准 我还是举那个Sharen的例子 我不管他那个在YouTube上面的这个数字 订阅数字是怎么达到的 我也不管他在西瓜视频上 或者在其他的国内的平台上有多少 我就算他YouTube的 我们自己初算过一个数字 做两年以上 然后他的这个在YouTube上的订阅数 基本上你打个七折到八折 就是他一年的年收入 对没错 也就是说 虽然我现在算他20万YouTube上面的订阅 我打个七折 他一年的在YouTube上面的分成 基本上就是16万到17万 你就算是15万美金吧 好 那我再给他打个折扣 也就是1万美金 对 一个月 好 1万美金一个月在我们加州 年收入一个家庭 12万是贫困线 懂了吗 就是我花和Sharen一样的力气 每天这么拍这么来剪辑 他和他太太一个拍一个剪 在两个人相互配合的情况下 只能在我们加州洛杉矶贫困 在洛杉矶啊 如果你去 纽约 不 旧金山 你是在贫困圈以下 对 纽约就更不要说了啊 纽约就不要说了啊 那当然你如果生活在那种什么田纳西这种地方 那另外一回事啊 所以根本不可能在美国有相同水准的人去拿做饰品来当饭吃 有啊 那个舅舅小舅 他的大量的也是在也是在中国大陆啊 对对对没错 好 这这是在泰国的现实 但是你自己想1万美金相当于多少泰铢 现在的汇率是33也就是他一个月的33万泰铢 曼谷的 哎呦我现在要在泰国做生意 我现在很清楚那边的薪资水平吗 曼谷的一个小白领就不是那种高级的 那种director或者是manager普通的一个白领 5万泰铢一个月 向你一个月的平均收入是33万泰铢 他在那边是高兴的高兴的高兴 日子非常好过 日子非常非常好过 你而且你不得不承认美元和泰铢之间的这个购买力之间的比 我们就算不算汇率 他也有也有一个购买力的一个差别 当然了在这里我们得重申一点 这些只是我们的一个预估 我们的计算 你可以完全不同意 这个完全没有那个就是什么所谓的科学性之类的 因为其实大家也一直在猜测油管的收入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反正油管收入完全你就可以当做没有 你不能当完全没有 是可以怎么样的 每个月可以给我太太买一个粉底 也就这点了 记住就是粉底 美国多少钱 中国人多少钱 你自己算得出来的就这点点花 然后中国的视频平台那些up主持有个是什么状态的 其实我可以推荐你们去看一下 一个叫纳豆奶奶 它是在日本的 包括你们也小翔哥就不用我推荐了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几个人 包括现在包括李子柒 包括电器小哥 他们这几年在中国这个视频生态里面的生存状态 基本上都和MCN公司搞交了 断了关系的 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是泰国和美国之间比较 那我们取个中间题 我们说中国大陆 其实这个生态已经畸形了 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人 我是不可能在这个视频平台上面有任何的作为的 因为已经被大公司或者一群MCN公司全都把握掉了 这样一来的话 我作为一个个人 我永无仇投资人 更何况 其实中国大陆所有的视频平台的分层是相当相当差的 我只能靠这些MCN公司或者是经纪人 接广告 帮我去外面去接其他的商务 都不是广告 在外面接商务 我不说别的 你自己看看猫一辈 他每天在做什么 拍视频已经成为他宣传自己让自己有热度的一个方式方法 他真正的全是赚在外面的 其实这个九童也说的 疫情之前像手机这一类的作为大金主 后来现在其实大金主就是这种新能源汽车 猫一杯新能源汽车已经接了很多了 好 所以我就告诉你 美国 泰国 中国大陆 包括台湾 生态是不一样的 台湾也很有趣 当然台湾我没有研究过 我们也没什么在台湾的一些做视频的朋友 他们大量的就是在接那些日用品的广告 我们游戏里面不是说过吗 有哪个台湾的什么不沾过来找我们 我们也很容易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啥 就是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做视频的一个状态 我们为什么我们视频现在会做成这样 包括我们自己记录的一个状态 包括很宽容的去看待一些播主 小翔哥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会得抑郁症 那压力太大 包括像纳豆奶奶为什么那个时候在 因为他在YouTube上是没有断过根 那时候他自己说过他在B站上面是被人网爆 因为一些事情被人网爆 然后断根了一年 我们觉得对年轻人真的宽容一点 但是我们就呼吁是没用的 我反过来说一句是你们也记住我这句话 因为互联网其实把整个世界是拉平了 就是如果在过去的没有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 小翔哥这种贵州朋友愿意永无出头之日的 容我说两句小翔哥最新的这个短视频 把自己头发染成了金黄色 然后去拍了一套写真 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我从来不粉寒流 因为真的很土 这句话我也跟他说 记住啊 贵州彭医院的关键词不在彭医院 是在贵州 我没有地域歧视以上 这没有 有也无所谓 你骂我好了 无所谓 我也无所谓的 这个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反过来想说的才是我的重点 是互联网上提供那些内容的人被拉平了 那么看的人是不是也被拉平了 拉平的厉害了 我们真的年纪大了 我们就是到这几年自己开始做视频 我们才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被拉平到什么程度 来看你视频的 甚至是在下面留言的 可能是在富士康里面拧罗斯的 我们以前在上海 这个也是跟我们移民有关系 我们以前在上海 因为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知识检防 或者信息检防在那边 我们身边全都是上海人 我们身边全都是说上海话的人 甚至于那些我们身边的朋友 那些新上海人 他们也都会说上海话 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忽略他们 其实不是上海户口 对吧 甚至于连湖北的我们的朋友 他们的孩子都会和我们说上海话 所以我们也生活在上海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当我们走出来 我们到美国的时候 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我不愿意和美国的很多的移民 或者是这边的华人去打交道 你们他妈谁呀 就是以前我在上海 我根本遇不到你们的 我不可能跟你们有任何交集的 真的 真的说的不好听的 以前在上海 帮我们修水管子那些工人 那素质可能都要比这里很多人高 那更不要说互联网了 互联网它把14亿人全都拉平了 所以有时候我也劝小商哥 包括劝纳都 这一类的博主 不管你们以前生活在什么状态 你们一定要清楚 现在看你们视频的人和你们基本上不在同一个社会层面 甚至不在同一个认知水平上面 不要去太在乎他们的这些话 如果你看到这些话 如果你看到这些评论 握嗦 不舒服 你就把它删掉 如果你不想把它删掉 你放在那随便它去 自己的心态 自己最重要 不要去理他们就可以了 关闭评论 真的 不 关闭 我不用去关闭 关闭了 你这个流量会变少 如果你实在受不了 关闭评论 学识动格 学识动格 对 其实说到这个 我现在已经很少看评论 也几乎不太回复 原因非常简单 我经常会觉得就是 我们是那个意思吗 但是我们看到好的评论 或者我们喜欢的评论 我们还是会点赞和评论 甚至有时候就会置顶的 但是还是那些话 世界很大 中国也很大 14亿人 移动互联网 给了大家所有人一个公平的机会 给了贵州朋友 一个出头的机会 也给了在富士康里面 拧螺丝的人 给你评论 五月散人老师 评论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 平台和途径 以前你们这些在富士康里面 老师的根本是接触不到这些人的 现在移动互联网把世界拉平了 给了你们这个机会 你们也应该珍惜 这是世界更公平的一个表现 但是世界公平 不代表我们是一类人 不代表你和福南大学和清华大学 那些教授真的是一类人 大哥楼又歪了 我的目的是为了说 不要把拍视频作为你的唯一收入来源 对 这个回来 我们刚才已经跟你算过账了 特别是在美国的 不要把这个东西太当回事 你如果有这个经历 像我们一样 好好的在美国做做生意 这个收入绝对比做YouTube来好得多 你总不见得清辛苦苦 每天剪这么多片子 然后上了二十万三十万的粉丝 然后在那边 好像还苦哈哈的 在贫困心以下挣扎 说到这个 不得不又提一下 在日本 日本一定要提 因为五月散人老师和王志然老师也在那边 五月散人老师说过 日本是发达国家当中最穷的一个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日本好好的做YouTube 像现在王志然是70万 五月散人老师是26万 对 对吧 日子也挺好过的 日子已经很好过了 但是我相信如果他们这个是在美国生活的 这个过的也是在贫困心以下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说明 就大家不要光看他们的订阅数 一定要看他们这个持续做了多少年 所以其实像我是挺相信王志然说 他现在的这个收入 对付他一个人是OK的 但是养活他的这个团队 其实是不够的 这点是绝对是实话 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做YouTube的收入 能高到什么程度 当然也不用去想他 而且也不要像国内的人真认为说 原来做YouTube还有收入 就是怎么说 就是真的客观一点 去多了解一些 反过来 反过来 如果你真的还想做视频 那我认为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什么出头之日 你还不如翻墙出来做做YouTube 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还能够给你一个月买个粉饼的钱 但是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九筒说的那个方式方法 就是现在短视频还算一个热潮的 还没退去的一个阶段 如果你们真的想赚点快钱 可以去试试看 不不不 我不认为 我认为短视频 它的这个对于个人而言 没有太大的意义 短视频未来会成为商家 作为宣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这个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反过来 当如果你真的辛辛苦苦的 已经有了一定的粉四辆的话 九筒最后的建议是做会员 这点我倒是认可的 如我开剧车 如我开剧车 就是短视频平台 接纳了很多以前在东莞 和一些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机会 这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不是直播吗 不是抖音上面也有吗 你穿的它少一点 如果觉得那个 给你们介绍 再跟你说一个热搜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杨丽萍老师的 那个孔雀舞射黄 为什么 就两个一男一女 这个模仿孔雀的这个交警的这个动作 现在在微博上面说射黄 这样我教你们 如果真的看我们视频 有这一类的小姐姐 海外的JekTok尺度很大的 第一第二 墙外面有一个平台叫OnlyFans 这个好 这个好 就是你注册的时候就要交钱 看一个还要交钱 那个尺度大到一定程度了 你注册了吗 没有 要花钱 我扣不着 那你怎么知道尺度大到一定程度呢 听说 OnlyFans是一个纯会员注册型的 也就是说在这上面你发什么都行 你自己想它尺度大到什么程度 苹果的App Store里面是没有的 对 是它连苹果都省不过的 我们就是这个尺度 P站好像也不上苹果的 P站也过不了 好的呀 你只能在PC上面 在网页版里面看 要交钱的 所以如果看我们视频有这类的小姐姐 有小姐会看我们的视频吗 不可能的 传播一下 我们也做的好事 这个上面赚钱还是赚的蛮容易的 对OnlyFans 要不我允许你上去去打探一下 我扣门 我不要 很贵吗 不是4块多吗 5块 对呀 5块美金 不贵的 5块美金 按照今天的汇率也就30块人民币 对吧 一个月 你看还要付钱 网页元费式的 你每看一个你还要付钱的好吧 我怎么就会知道 所以也是个宵禁物 不比张金科花的少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要喷 好的 拜拜